有很多的夫妻在结婚前或者结婚初期 都是非常甜蜜的 然而等到被家庭的琐事搓磨过 或者是妻子生育之后 因为外貌和脾气上的变化 就会让夫妻两人渐渐产生隔阂 而有些丈夫也会对妻子产生嫌弃 而当妻子无法做出改变的时候 这些丈夫只会越发觉得妻子变成了黄脸婆 对于婚姻也没有了继续下去的信心 反而是开始怀念起恋爱时的甜蜜 而在这样的想法的加持下 这些男人很多都会选择出轨 去寻找自己心目中年轻漂亮 善解人意的小情人 可是这些做丈夫的 从来都没有想过 妻子曾经也年轻漂亮 只是因为为了家庭付出 才会变成现在这样 所以不管他们找多少个情人 只要做丈夫的 不会替妻子分担 反而处处给妻子施加压力 那他们的婚姻最后终究还是一场空 而相反的 如果情人并不愿意成为家庭主妇 那丈夫也只会慢慢怀念起前妻的贤惠和好来 所以到头来婚姻的结束 还是因为这些丈夫的自以为是 今天的故事来自网友林俊的分享 出轨离婚 林俊和前妻结婚五年 两个人有一个三岁的儿子 本来在外人的眼里 两个人家庭美满幸福 可以一直好好地走下去 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两人的婚姻早就出现了问题 因为林俊觉得前妻变得越来越牢道 脾气也越来越暴躁 早就没有了当初刚结婚时温柔贤惠的样子 而林俊努力赚钱养家 也并不想再劳累了一天之后 再回家看妻子的脸色 听妻子的批评 因此两个人就总是吵架 而每次冷战 妻子也总是故意地不给林俊做饭 这种行为被林俊视作泼妇 而林俊也对妻子越来越不耐烦 后来因为一次意外 林俊和公司里一个 对自己有好感的女下属赵楠 在醉酒后发生了关系 林俊本来心有愧疚 想要在补偿赵楠之后 再和妻子好好的过日子 结果妻子却不由分说 直接责骂林俊一步归宿 还把林俊关在门外不让他进来 这让林俊心里的愧疚烟消云散 而面对赵楠的屡屡示好 林俊也渐渐沦陷 干脆不顾自己的家庭 和赵楠成为了情人 可赵楠也想要名分 但是因为有儿子存在 所以林俊一直没有下定决心离婚 只是出轨的事情 终究是只包不住火 两人的事情 很快就被妻子发现了 而让林俊惊讶的是 妻子不吵不闹 只是静静地向林俊提出了离婚 而更让林俊吃惊的是 妻子并没有要求自己净身出户 反而只是要走了一半存款 唯一的要求 是林俊要好好抚养儿子 林俊不解 以为妻子是狠心不想让儿子成为脱油瓶 可就在办完离婚手续的那一天 妻子却抱着儿子痛哭 妈妈现在没有工作 没有住处 实在是没有精力照顾你 你先和爸爸生活一段时间 等妈妈安安顿下来 一定会来接你 这一幕也让林俊心里再次有了愧疚 和前妻保证会好好照顾儿子后 就托朋友给前妻介绍了一份工作 养尊处优的新任妻子 对此前妻还表示了感谢 但之后她就不愿意再接受 林俊的任何帮助 反而是自己开始努力工作 想要早日安顿下来 然后把孩子接过来一起住 林俊知道前妻的心 但毕竟两个人已经离婚 所以林俊也就没有再过多地关注她 在离婚两个月之后 林俊就和年轻漂亮的情人赵楠 再次组成了家庭 而赵楠也成功入住林俊的房子 成为了儿子的后妈 对于儿子和赵楠的相处 林俊最开始是不担心的 因为在两人还是情人的那会儿 赵楠就表现得十分温柔 贤惠 善解人意 所以林俊也就坚信 赵楠一定会对自己的儿子 视如己出 儿子和赵楠也能好好地相处 但让林俊没有想到的是 结婚之后的赵楠却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温柔贤惠不在 反而开始把自己当成了阔太太 拿着林俊的工资卡肆意挥霍 家里的家务更是一点都不干 每次林俊说起来 赵楠就直接花钱请个小时工 这些还不算 在对待林俊的儿子时 赵楠更是过分 处处都把他当成外人 明里暗里都在嫌弃这个继子 甚至还经常对林俊说 让林俊赶紧把儿子送到他前妻那里去 林俊自然不愿意 而赵楠说的次数多了 林俊也有一些生气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花钱大手大脚 一点都不为家里考虑 现在还想把我儿子赶走 你是想和我离婚是吗 可能是察觉到林俊真的生气了 所以赵楠也就不再提这个话题 但林俊却不仅仅想要这样 因此总是叮嘱赵楠要好好照顾儿子 赵楠自然不愿意 但毕竟住着林俊的房 花着林俊的钱 所以赵楠也只能开始想办法 后来赵楠就干脆把自己的母亲接了过来 美其名曰是让他来照顾林俊的儿子 可实际上母女两人完全一模一样 每天只顾着逛街花钱 而林俊被逼无奈 只能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儿子 最终后悔 再次离婚和林俊这样的做法 却引起了岳母和赵楠的不满 因为赵楠觉得自己之前都提了好多次 林俊也不愿意请保姆 反而是让自己做家务 现在为了前妻的儿子 还请了一个高档保姆 这让赵楠觉得自己在家里没有地位 而岳母自然是为赵楠说话 所以经常旁敲侧击地对林俊说 女婿呀 你现在已经和我们赵楠结婚了 就不该再去想以前的事 而且这孩子以后还是会有的 可别因为以前的人 影响了以后的生活 对于岳母和赵楠的这些说法 林俊自然是不答应 而林俊也觉得 只要自己态度强硬一些 岳母和赵楠即便不愿意也只能接受 可林俊却没有想到 赵楠为了逼林俊把儿子送走 竟然在一次保姆带着儿子出去玩的时候 直接把两人关在了门外 还对着四岁的男孩说 这是我家 你滚回你妈那去 这次事情终于让林俊忍无可忍 可赵楠自己还觉得委屈 把你儿还前期 不是我生的 凭什么我养 看着眼前这个自私的女人 林俊终于后悔 抱着儿子冷冷地说了一句 你妈也不是我生的 让她滚出去 赵楠自然不愿意 可她却没有听出林俊话里的意思 彻底看清了赵楠的双标 林俊直接提出了离婚 这下前妻的儿子没有敢出去 自己反倒被扫地出门 可林俊已经彻底后悔 完全不打算原谅赵楠 还打算以后都不结婚 好好地把儿子抚养长大 生活里这样的男人有很多 觉得自己工作辛苦 应该被妻子体谅 却从来没有反过来 去体谅体谅妻子 后来更因为家庭里的琐事 就对妻子嫌弃 厌恶 甚至是出轨 可等到他们和自以为 善解人意的小情人结婚的之后 才明白经过婚姻的洗礼 和丈夫的不体贴 妻子最终都会变成黄脸婆 而林俊也是又在经历了 一段失败的婚姻之后 才明白了这一点 可是即便林俊后悔 也已经为时已晚 而林俊还连累着自己的儿子 都过了一段苦日子 最终林俊还是没有得到 自己想要的婚姻 也在和赵楠离婚之后 彻底明白了自己的错误 可婚姻一旦失败 是很难挽回的 而父母的不称职 也很容易影响到孩子 所以林俊才会在 再次离婚之后 选择不再结婚 可能是因为林俊 终于体会到了前妻的不意 也或者是林俊终于良心发现 不愿意让儿子再受后妈的搓磨 可林俊的故事 还是要给广大丈夫一个提醒 不要因为自己的自私 毁了孩子的成长 不应该真的是 能靠上了 子